腰帶 對生存人家來說 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項裝備 可以掛載許多戰術用品的它 所背負的功能有時甚至比背心還多 所以今天要稍微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腰帶的配置 好首先我們就從最左邊的東西開始 這個狗狗有什麼用處 就是拿來掛手套用的 手套不帶的時候可以放在這邊 因為手套這種東西只要放在桌上 或是放在地上一定三秒鐘就不見 對然後就走不動 然後整隊配立體長 對所以這個就是防丟的一個鉤子 然後再來這邊是抖的手槍快拔 對 然後補槍快拔 這邊是一個回收袋 回收袋跟那個快拔位置有什麼 什麼樣的小原因之類 這個就是這個位置是我覺得我最習慣的 我只要就是 就是彈甲換下來 你幾乎不用思考 就可以直接掃到這裡 然後他這個邊緣是有點硬的 所以他可以維持這樣打開 我不用就是 就是還會在那邊翻出來 然後他就動在那邊對上 就直接過來 順手就可以在那邊再來耳心的 對 再往右 我看一下1280有什麼事 你剛剛很久沒有打開過 很久沒有 上次應該是我們燙傷的時候 對對對 露營的時候 透氣膠布 然後 紗布 這是大的OK棒 就是最大的大概可以處理到摔車的那種程度 然後一個紗布 就是可以拿消毒用的 然後幾個小的OK棒 酒精綿片 這個是 這是那個沙網 喔 那個刀柱的 這個 在右邊這邊還有一個 像快把東西放 這是放一個工具槍 就是有時候 會需要一些小工具的時候 就帶東西在身上 很方便 不用在那邊一直找 對 他是14合1的工具槍 就是簡單的老虎鞋 然後還可以剪電線 然後這邊又把小刀 小鋸子 然後這個是打火石 它有打火石喔 對 打火棒跟哨子 還蠻大聲的耶 對 它是真的可以用的哨子 這是主要的刀 那你可以拿來刮打火石 讓它有火化 然後這邊有個十字的螺絲 跟這個可以讓開瓶器 開瓶器 然後這個 這個 我其實也不知道是幹嘛 應該還是拿來開罐頭用的吧 工具前在網友以後 就是我們中間的手槍槍套 你用的是一個延伸板 然後加一個腿帶 對 就是這個高度 差不多剛好是我口袋的高度 所以對我來說 非常順利 再往右這邊是 直接帶 直接帶 直接帶就是直接帶 通常不會用到 通常都放在前面 就是你左手跟右手 可以拿到的地方 從中間左邊開始 這一根是什麼 這是一個 確保繩 這邊就是很常見的人 兩個手槍的彈夾塊 一個步槍的 通常 腰圍 正常腰圍 的人通常都可以放到 這樣的一個配置 兩小一大這樣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回收袋 我的回收袋是這種 它原本好像應該是 愛莫生素的 一個什麼 醫療包之類的 但我覺得蠻好有 所以無法當 然後這個因為它 是有開口的 上面有開口 然後它放進去以後 是比較不容易 掉出來的 因為它會困住它 所以我這樣跳 它比較不會跑出來 然後它也沒有一般的 那個回收袋這麼長 所以我覺得蠻好有 它是有一個那種 立方體的感覺 所以它不會像一般回收袋這樣 有點扁扁的這樣 這邊是一個那個 醫療件 然後這邊是一個刀具 你都是掛痕的嗎 對我是放痕的 因為通常 因為我這隻刀具比較長 我放紙的話 我坐下來 蹲下來都很容易干涉到 所以我是放痕的 所以比較好拔這樣 然後刀具我都放一起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這個 直血帶的快把 這邊是我的手槍槍套 然後這樣我是可以就是 裝槍燈的 很好 然後我是用一個 像是延長板 延長下來 就是讓手槍位置變得比較好拿這樣 手槍過來就是手套 右邊這邊就是一個 勾手套的地方 就是像跟你剛才講一樣 手套超容易不見 所以勾在這邊 就比較不會有事 每個玩家對於腰帶的配置 一定會有不同的需求 大家在腰帶上 有裝了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留言和我們分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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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